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到场之后用黑色胶袋将桃鸭盖住 并且围封黄大先迟对开广场一段行人路 保安员早上发现大约20多米长的有盖行人路地面 造图想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字据 在早上8点多报案 附近黄大先港铁站外的路天行人路地面也写上粉笔截 警方也都为封调查 而附近一带设有不少架闭路电视 光时自据有法庭案例判定违反港区国安法 第一宗港区国安法的案件被告唐英杰在2021年7月1号 驾驶插有光时其次的电单车撞向三个警员 法庭裁决显示光时其次可以引致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判他煽动他人分裂国家以及恐怖活动罪成监禁9年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2019年7月冲击立法会案 艺人黄中瑶暴动罪成还押头盘 案情说2019年7月1号 有示威者持续冲击立法会大楼之后闯入会议厅 涉案人士包括艺人黄中瑶等等 5、6个人否认暴动等罪 经审讯之后 区域法院站委法官李志浩 裁定黄中瑶和另外三个被告暴动罪成 另外两个人就脱罪 黄中瑶早前另外承认一行 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为罪 将会在稍后处理求情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敦促英方政客 停止对基本法23条立法说三道四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大使馆发言人说 坚决反对英国内政部保安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 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无端攻击 他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又说英国自己去年刚刚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法 现在就对香港特区有关立法横家指责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董勤达早前批评基本法23条立法破坏香港法治 只会令到香港繁荣的因素消失 恒生指数中文收市报 阿里巴巴升2.2 美团升2.5 比亚迪股份升2.5 南方恒生科技升9.8 邮邦保险升9.5 中国海洋石油跌1.2 恒生中国企业升9.6 南方恒科杠杆产品升1.5 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5线 邮邦保险升9号 中国移动跌2号 香港交易所升2.6 香港中华煤气升5线 人民币柜台做约港股以人民币计价 腾讯控股升5.8 联想集团升1.9 五升1号9 比亚迪股份升1元 阿里巴巴升2.1 美团升2.7 百度集团升2.5 中国移动无升跌 中国平安升3.5 新鸿基地产跌4.5 香港交易所升3元 恒生科技指数报3101点 升95点 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 额额大约408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 每人额度额额大约500亿人民币 至于深港通的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额额大约418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 每人额度额额大约499亿人民币 内地股市 上证组合指数升5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109点 有证券业人士说 港股重要支持位在15400点 技术上来说 昨天恒生指数跌穿了10天移动平均线 而接下来一个关键支持位 都需要留意就是15400这个位 如果进一步失守 就可能显示近期的低位 14794点的低位反弹 但到今个礼拜一 16258就已经是 下跌了后市可能 就要再考验15000点 甚至有再下跌15000点 那个可能性 上海有艺术馆振寒假开设童谣兴趣班 给小朋友有机会学上海话 老师教上海话 学生跟着学 还用上海话唱童谣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近日开办6日 这类兴趣班 受到家长欢迎 上海话他就听得懂 但是让他说不太愿意 但是我发现小朋友喜欢儿歌 只要给他讲的儿歌 他愿意的 不管是英语的 他就会把英语说出来 那我想同样 那也是他学呼吁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本来就是土称土长的上海人 所以他特别喜欢呼吁上海话 平时在家也会说 所以让他能够残诚下去 老师利用自己编写的教材 教学生童谣 又说上海话是一种 富有趣味的语言 普通话里面也吸收了 很多上海话的饮料的 你比如沙发 上海话呀 苏发 苏发是英语 这是上海话 圆之圆或对过群 所以上海话里有很多的外来语 你比如说斯蒙庭 然后老夫藏 在屋头顶上开的这扇窗 如浮窗 他说近期热播的一出上海电视剧 有助增强保护地方文化意识 无线电视记者 林可盈报道 有分析认为即使美国联储局今年年中开始减息 本港也未必即时跟随 但相信对本地楼市气氛有正面作用 香港减息方面的步伐 因为之前没有加那么多 所以现在减息未必会跟随 减四分一来 未必第一次就会减 可能第二第三次才减八分一来 这样的情况 这方面如果你说的息率 美国开始减了 我们始终都会觉得 对于楼市的气氛是有正面的支持 因为它减息就不是减一两次 减完二四年 二五年都仍然有机会去减息的话 其实对整体的气氛是会有一个改善 五体看最新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中文修时报 15694点升209点 总成交超过546亿 最后是港股 盈富基金升2号3 腾讯通股升4.6 阿里巴巴升2.2 美团升2.5 比亚迪股品升2.5 南方恒生科技升9.8 友邦保险升9号 中国海洋石油跌1.2 恒生中国企业升9.6 南方恒科杠杆产品升1.5 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5先 友邦保险升9号 中国移动跌2号 香港交易所升2.6 香港中华煤气升5先 恒生科技指数报3101点 升95点 農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5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109点 其他消息 黄大仙慈对开行人路地面 糟涂想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事据 警方暂时列作刑事委坏案 未有人被捕 警方到场之后 用黑色胶袋将桃鸭盖住 并且围风黄大仙慈 对开广场一段行人路 保安园早上发现 大约20多米长的有盖行人路地面 造图想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事据 在早上8点多报案 附近黄大仙港铁站外驾路天行人路地面也写上粉笔 警方亦都围风调查 而附近一带设有不少架闭路电视 光时自据有法庭案例判定违反港区国安法 第一中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被告唐英杰在2021年7月1号 驾驶插有光时其次的电单车撞向三个警员 法庭裁决显示光时其次 可以引致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判拒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以及恐怖活动罪成监禁9年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2019年7月冲击立法会案 艺人黄中瑶暴动罪成还押后盘 案情指2019年7月1号 有示威者持续冲击立法会大楼之后 闯入会议厅 涉案人士包括艺人黄中瑶等等 五六个人否认暴动等罪 经审讯之后 区域法院站委法官李志浩 裁定黄中瑶和另外三个被告暴动罪成 剩下的两个人就脱罪 黄中瑶早前另外承认一行 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 将会在稍后处理求情 气候暖化 不少人都觉得今年的冬天迟离了 但原来不止影响人 连昆虫的休眠期都因为暖化缩短 不要以为这些与我们无关 害虫生命周期改变 亦都可能间接增加淋树的风险 情况是怎样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立法会在21年的时候 曾经讨论朱鸿毛斑鹅对树木带来的影响 当时文件提到 虽然受鹅虫影响的树木数量上升 但范围主要集中在新界 一直有研究朱鸿毛斑鹅的长春社就说 鹅虫的影响范围 这两年已经明显扩大 当局现在是怎样处理虫害的呢 踏入冬季 大部分树木都借了 湾仔这间酒店出面 这棵榕树更加是一早进入了冬眠 原来这里是保育树木专业 城乡护树落荣庸 提及会出现朱鸿毛斑鹅的黑点之一 这棵树也曾经受到侵扰 这棵榕树位于酒店外面 也是去金字经广场的必经之路 平日有不少行人经过 也有旅客穿过受虫害影响的树木回酒店 如果说我知道它是不健康的树 已经没有生命了 那么可能就要绕着走了 可能就要绕着走了 就不会在里面走了 关于它会掉下来会怎么样的话 就比较危险就是 如果它是已经被虫给伤害了 没有生命力的话 那可能是建议去起初把它处理掉 移植掉或者怎么样 去年纯粹一棵大树倒塌 树干击中停泊在旁边的私家车 旁边的指示牌都被压置到弯曲 那一带正是朱鸿毛斑鹅出没的地方 袁达成是资深树艺师 退休之前曾经在康民署树木组工作 他留意到政府一直没有记录 哪些树木是因为虫害而可能倒塌 于是他在2021年 同拍档开车社交平台专业 记录香港有虫害出现的地区 写了说将会在下个月移植这棵树 他们当时就发现 天水围天耀村这一个位置 有朱鸿毛斑鹅出没 到现在都还有 因为这里就是政府所谓 对树木管理所谓高危的地方 因为这里人流多车流多 它那棵树如果有倒塌或者塌子的情况 是会完全击中一些车辆或者路过的行人 他解释朱鸿毛斑鹅等的害虫 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树木倒塌 但会造成潜在风险 其实昆虫它本身是分开 食业和树木两种的 两种昆虫都不会直接导致树木倒塌 但是就因为它吃过树叶之后 就会流出一些伤口 又会有其他的病虫害 例如真菌 去感染一棵树 最终导致树木腐疗 还有有倒塌的机会 因为问题的根源就是在虫害方面 去到天水围另外一个公园 它又见到有虫树 这些就是重用 这些就是了 这些就是了 因为在树上没有它办法 没有它扶着的所谓 但它下来树下来 你都不做它世界 那它就开心了 他说团队早在2019年 已经发现朱鸿毛斑鹅出没 从害现时已经扩散到多区 当时它影响的范围 就只是限于屯门 元朗 天水围 还有北区一带的地方 如果当时能够 彻底清理它的重轮 减低它的重口 即所谓的重数量 就应该可以防抗散到其他区域 除了南区和东区之外 所有地区 18区之中 都会有它爆发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已经错过了时机 而且它已经正式定值了香港 就可以觉得是意请难送 立法会在2021年的时候 曾经讨论朱鸿毛斑鹅带来的影响 当时提及虽然受鹅虫影响的 树木数目上升 但范围主要集中在新界 长春社一直有研究朱鸿毛斑鹅 他们说鹅虫影响的范围 至今明显已经扩大 至于不同的人也好 货也好 物也好 车也好 它都会散播开去 会不会整个香港都有啊 最后可能都是时间的问题 未必它立刻死的棵树 但是如果食的频率越高 就是越来越多 它本身100%叶 然后咬了九成的叶的时候 对一棵树也有压力 长春社不时都会和政府树木管理部门 交流树木管理的资讯 他们表示 虫害导致树木倒塌的情况 以往较为罕见 树木即使受虫害侵扰 一般都可以自我收复 但近年因为气候暖化 朱鸿毛斑鹅的休眠期缩短 对树木的影响更加大 可能生命周期每年 由以前可能得二至三转 但变成可能近两年观察 我们看到起码都有四转的时候 其实那个频率程度就高了 就是说这棵树可能被它咬食的次数又多了 就像人一样 因为它经常被病害攻击的时候 它的抵抗力可能会削弱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主要我们担心的方向 针对朱鸿毛斑鹅繁殖能力增强 康文处现时主要利用竹和草籍 和麻布袋包裹树干 捕树干上活动的幼虫 以及加强清除藏于树皮和树根规逢 浅土层和落叶的虫涌 减换下一阶段成虫乳化的数量 譬如它幼虫的时候 那只幼虫它其实就会从树顶 可能爬到树脚 它会结涌的 这样的时候它现在暂时就用一个麻包袋 包住一棵树干的方法 试一下就是将包住之后 其实那个虫经过树干的时候 就希望用麻包袋的毛毛 就继续它 让它停了不动 然后收集了那些虫之后就拿走它 可能扔掉它或者处理了它 其实它都有第二个病害在这里 但这些是不会致命的 赵兆惠任教树木管理很多年 他不时都会观察树木的情况和变化 他就认为政府用麻包袋包裹树干的做法 未能够对症下药 但是小脚小小 对于来说它绑不到脚 不会纏住它 甚至乎它的成虫都可以在麻包袋里飞来飞去 走来走去 所以那个麻包袋的效果我们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说是由它那个幼虫走下去 它变成那个蛹走下去地上或者树脚位那里 我们现在未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处理它 2021年康民署也提出土壤注射法 透过注射除虫剂 令到除虫剂由根部浸透至树叶 令到捧食树叶的幼虫死亡 厨方说这一项技术可以保障树木健康 同时减低噴灑除虫剂对周边市民的影响 但赵少慧担心针对性不足够 那只斑鹅它会走下去树脚 踏低你去落药 但如果你想着它吃那个树冠那些叶的时候 想你那个向地下那里落药是没意思的 你只想杀斑鹅 怎么知道原来这只鳳蝶在那棵融树上面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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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它都会吃到杀虫水都要死了 所以用杀虫药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专一性不够不够针对性 要长远解决害虫问题 赵少慧建议政府直接从直树的方式入手 我们旧式种树的方法 是很喜欢一大片种同一种树种 虫式飞的时候很快就飞来 旁边两三棵飞一下飞一下会扩散开去的时候 结果一大片树都做样的 已经要去一些天然一些的方法 不是那么集中种某一只树种 我们令到这个病虫害的扩散降低一点 发展局回复说 现在树木办会咨询本地和华南树艺和昆虫专家意见 并且制定应对策略 统筹各部门针对防治虫害的应对工作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足够了 再见 期待